这个面相片先讲的,前面有没有手号通过的 那我们也没有草稿,手机内存有限 和人精力也有限 关于手相呢,我们以后再说吧 这个身体相呢,一个是不方便外露 在一个实际当中生活不一定能用得上 你也看不到 所以说两个人,对吧 或者说这个男性可以光榜之类的 这种,男人呢,讲究一个口碑熊腰 高大微博,这样是外形上的 自然他是气血先天盛望 但是完全看这些,那绝对是不对的 这些呢,有的人后天有余 前天不足 或者经受一些特别的事情 但是他内在是很强大的 有的人个子很高,但是他内在是很空虚的 有的很暴躁,有的胆子很小 这就跟个子也没有完全的关系 领袖个子高的很多 个子矮的很多,历史上中西,中外都有 然后同时呢,他有各种形嘛 五行,哪种人应该什么样的 头部,也能对应身体的一些事情 他可以直接把小儿相反 简单的,还有其他的就是说 这个,这个 叫做这个,这个 尖要宽呢 那个手要长呢 这个,这个双手握膝 这个身长 身呢代表羊,代表上 腿要短一点 遵旋,身的长 这些都是说,不管它是不是真的 但是这个理论是有道理的 但是下盘要稳 腿不能长,腿长到自然 它就不稳,因为细细的 而且脚要大,对吧 这个男人 通常我们就很多东西 古代都是讲男人 但女人呢 你比如说她这个臀部要大 这这 皮肤大也能生完 这这个是 这是土话 还有一些呢 这个这个 这个腰呢 也不能太细 我过长腿这些都是奔波之下 不好 现在人不懂 游戏也是 是美观点 就是挂子俩 那种 简直了 还有就是 男性呢 比如说乳头 还有这个这个音的 这个这个 钢的 钢门 就是附近 那个 长的那个毛发 旺盛 还有这个脚 手上呢 手指头 一定毛发 都是好的 都是代表羊 旺 这个这个 当然太旺 就是像西方那样一般 这个胸部都是毛 但是 那是还没进化好 完全都没有 那那也是 他也出于阴性了 那那就 你看有的男人腿上都没毛 太阴了 那不好 你反正他是 你毕竟他是个男人身 他就得羊 他才能发挥他的能量 女人呢 就相对的 嗯 这个 就先到这 具体的 手相啊什么的 以后再说吧 嗯 然后 上迪克我们提到这个小人 这个 孔子说 唯一 君子与小人难养瘾 我们就说是小人 这个 小人 到底是什么意思 曾经 他就是说历史上都把他跟君子相对 对吧 当然没有错 但是我们如果是 更形象化一点 小人 小对应的就是大 对吧 大人什么是大人 那就是说 威望 德行 至少占一样 他是 比较有地位 值得人尊重的 为大家的 大人替我做主 是吧 小人呢 他就是自私的 我们下节课继续